如何观察在中美博弈这样的一个当下 就是山东舰进关岛这个动向如何来观察 很敢 亮剑 因为山东舰 破第一岛链还继续往外走 本来就是这样 不然航母要干嘛 而且它的燃料的运补舰也跟着 因为它基本上还是有航程的限制 因为它不是核子动力 因为山东舰一直没看到演练 舰载机的上下 结果第一次出现在台海东南沿海 就起降了120次 这个就已经让台湾很惊讶 结果没完 它又往关岛那边距离600公里 然后又在那边起降了330次 这坦白讲非常密集 也没有听到出事 所以不容易 所以我说相当不容易 坦白讲是让人家眼睛位置已亮 就表示说中国大陆 事实上舰载机的演练是没有问题 所以它的航母舰队的成型成队 这几乎就是可以预期的啦 就是它会形成有效战力 因为它周边也会有护卫舰 然后舰载机也会越来越多 它现在可能还没有停满 因为照理讲它应该是32加12 它是32加殲-15 然后12加直升机 未来搞不好殲-15还会换成隐形的第五代 这个战力只会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各界应该是惊讶 第一次亮舰就连续亮舰 在台海周边亮完舰 又去关岛周边亮舰 关岛快递不一定要用到航母 这个美国自己也知道 因为中国也有潜舰嘛 你也可以射潜射的飞弹 东风系统 本身就可以打到关岛了 所以也不一定是航母的形态啦 因为它这次停在台湾那个位置 大概距离100到200海里中间嘛 尼米之号你刚秀那个图啊 尼米之号事实上是远离啊 那远离之后我们接下来又看到 它又往关岛方向行驶了 我看西方的媒体都是这样在讨论的 事实上坦白说 它绝对不是跟美国讲好 因为尼米之号本来就在这个位置 事实上是山东舰自己开上来 后来我们不是看到 我们刚刚不是看到了习近平去南部战区 去慰绕海军的军战士们吗 因为这次这个演习开进来的都是南部战区 包括山东舰 包括军舰 直接从巴士海峡那边就出来 我就觉得 我认为这个有点出乎美国的意料值 因为以前基本上在台湾周边演习 都是东部战区为主 尼米之号是早就已经新闻报道已经出来了 他本来就要停在那个地方的 是山东舰从巴士海峡这边 绕上来 绕上来 我停在离台湾更靠近 对对对对 尼米之本来就距离台湾 大概就是200到300海里那个位置 这个场是什么意思 变成说我本来就在这里 你怎么进来我的场 就这个味道 为什么呢 因为舰载机的作战半径 大概是800公里 所以你等于是进入尼米之号的作战范围 你应该问 不知道谁当谁的靶 所以你应该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尼米之号后退 而且你的舰载机没有在 所以他是看到了什么 我认为他看到的是你后面的护卫舰 还有海底的潜艇 还有我听说了 中国也把东风导弹竖起来 所以我认为美国是综合侦测 侦测到周边的这个状态 所以尼米之号就退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讲好的 这个是亮剑 就是说我就是要进来 让你自己看着办 大陆后来用了一个词语叫做 先锋后阻 那事实上他是内锋外阻 先锋后打 那外阻就是把外力介入挡掉了 就是挡掉援军 对可是问题是那个位置 你不是本来就在那儿啊 你是开进来的 那开进来为什么你一直要退 这个就有点亮剑了 这个就有点亮剑了